听说常有人 这个想要去找你关落荫 看看他过世的家人好不好 对 其实关落荫在民间 其实是了解的人他知道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也有一种是 思念亲人是勘忘魂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自己的魂魄下去 去找亲人 另外一种是把亲人的魂魄 引上来就是牵引上来 然后跟他对话 这是真的有 那其实我在菩萨还没 就是还没选我走这一条路之前 那我奶奶过世的时候 我们曾经就是说 我曾经去关落荫 对 我自己想去关落荫 可是我去报名了好几次 去参加就是 你去的话眼睛要蒙起来 然后要刺脚 也有用黑色的布 然后刮金 然后蒙起来 然后脚要赤脚踩在地上 然后有两个金钻这样子 那我去了两三次 我都关不下去了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关 旁边有人真的是有下去 我就下不去 你怎么知道人家有下去 他在对话 他就说有土地公来带他 他看到土地公 然后旁边的那一个法师就会说 那你跟着土地公走 然后他就说 你要跟他说 你要找王魂是谁这样 然后他真的就看到那个王魂 他在旁边就哭 然后就讲他们的对话 就问他说 在那边好不好这样子 那其实关落荫就是借着一个法事 那我们人有三条魂魄 不好意思 撒个话 那为什么把人关得下去 你关不下去 我不知道 可能那个缘分还没到吧 对 因为也可能 就是每个人的缘分跟他的 可能身上的磁场跟能量 你要了解阿嬷的什么 因为我阿嬷是 人家都是妈妈带大 我是阿嬷 以前我比较喜欢跟我阿嬷在一起 我阿嬷很有智慧 到我现在我回想人生 我碰到很多事情都还好 那时候有阿嬷教我 他很小的时候 就教我很多智慧的事情 对 那所以我跟他的感情很深 我就想要知道说 因为我阿嬷是 在观世音菩萨 那个得道日 那一天是农历6月19号 我永远都记得 他早上七点多 就没有生病过世 那因为他在要过世的前七天 我就一个梦境 就看到他要走了 他走的状况就跟我 那一个梦境一模一样 所以我才要想要去找阿嬷 跟他 就是知道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是去修行这样子 你阿嬷感情很好 对 你听到消防期那条阿嬷的威力口 对 我第一次在哭到 就一直沿着一直吊 没有办法控制 阿嬷 你现在在家里 对 我只要求你 你敢不听听 对 活着的时候都不问 你说什么 活着的时候都不问